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动物技 同学们你们在学校里面最喜欢什么活动呢 我们来看一看春蕾小学的同学们喜欢做什么呢 有的同学喜欢看书 有的喜欢打游戏 有的喜欢跳绳 然后呢我们就把男生最喜欢的活动和女生最喜欢的活动做了一个统计表 我们看男生最喜欢的活动看书踢球看电视画画跳绳玩电子游戏的分别有这么多人 女生最喜欢的活动看书踢球看电视画画跳绳玩电子游戏 有这么多人 那你可以根据这个统计表分析出什么呢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学一学吧 我们看这是男生最喜欢活动的统计表 这是女生最喜欢活动的统计表 那我们怎么列出来 男女生最喜欢活动的统计表呢 就是把这两个统计表合在一个统计表 我们看 列出富士的统计表 把这个分成三位 最上面的是看书踢球看电视画画跳绳玩电子游戏 中间表示人数 最后一个性别 表示的是纵行的性别 然后我们看纵行有男生和女生两行 分别填上他们对应的数字 同学们你们会转化了吗 我们来看 看这个表包含哪几项内容呢 根据上点回答三点问题 我们看包括了活动人数还有性别 一男生最喜欢哪种活动的人数最多呢 我们可以观察男生最喜欢玩电子游戏的是最多的 所以我们直接答题 答男生最喜欢电子游戏的人最多 二参加调查一共有多少呢 一共有多少人我们是不是要把男生和女生 也就是看这个人数 把他们所有的都加在一起求和呀 可以等于47人 答一共有47人 第三题 你对调查结果有什么看法和建议呢 我们看 希望男生少玩电子游戏 因为男生玩电子游戏的 最多而电子游戏对眼睛不好 多做户外活动 女生少看电视 看女生看电视的也有很多 同学们 你们会根据题目提出自己的建议吗 还可以提出哪些呢 自己想一想 好下面我们来练一练吧 关于上面三届奥运会 下面哪届哪个说法是正确的呢 我们看这三届奥运会 一 中国获得的金牌一届比一届多 我们找到中国 看他获得的金牌 第一届是28 第二届是32 第二届比第一届多 第三届是59 第三届也比第二届多 所以第一句话是正确的 再看看第二句话 俄罗斯获得的金牌一届比一届少 我们找到俄罗斯 看第一届是32块 第二届是27块 确实第二届比第一届少了 再看第三届是23块 比第二届也少了 所以第二届也是正确的 再看第三届 每次都是美国队获得的金牌最多 我们要比较每一届各个国家的金牌了 看第一届是美国队最多39个 再看第二届 中国32 美国35 俄罗斯27 还是美国最多 这也没错 再看第三届 中国是51了 比美国和俄罗斯都要多了 所以第三句话是错误的 所以答12都是正确的 同学们你们做罪了吗 好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本节课的内容吧 通过今天的学习 我们学习了复式统计表的特色 复式统计表比单式统计表 更容易比较几个相关联的事物 反应内容也更加的丰富 好了 同学们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再见